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比较难以掌握 他可刚可柔 他变化比较多 变化多的 黑芳呢 汪洋呢 是来自这个湖北队的高手 汪洋和赵欣欣呢 也都是在等级分的 全国都是排在前几位的选手 应该说呢 两个人呢 这个也是知己知彼吧 那汪洋呢 平时也走先制度比较多 他这次对付赵欣欣呢 他采用的是相三进五 他可能想看看赵欣欣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攻招 相三进五呢 赵欣欣呢 就是比较自然的上走这马 赵欣欣 全国军来自这个浙江队的这个选手 然后黑芳再走足迹 这个棋呢 前人呢 也是下了不少 红方呢 走到这儿呢 一般走炮二平六 炮二平五 炮二平九 比较多 那么实战当中呢 红方走大头炮 这样又回到了中炮对平五马的一个开局 有点像 有些不一样的变化 对啊 黑芳 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黑芳呢 这个时候呢 本来也可以先去九平八 就是说 先出居的好处就是 当你出居的时候 还有一个进炮风居的 对 黑芳多了一个左炮风居的这个变化 这个居也是属于正谱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芳能把红方这个居的封住呢 在战术上呢 还是完全可取的 不过他实战就是想先马上进三跳 也可能是想着红方 如果红方可能居于近一的话 他是不是就不用居于平八出来 那居于平八也是有效率的 居于平二呢 这个棋正常来看的 黑芳还是多居于九人的 这儿就形成这个平五马 七路马对平五马补三样的棋 也是一个常见的这个阵型 那么红方有炮八斤二啊 有居二斤六等走法 那黑芳呢 可能对这个阵型呢 不是特别的满意 他选了一个炮八斤 黑芳是不是也是想着这个走一些旗招 以后 而且我这个九路居可以居酒精一这么亮出来 就是这个旗呢 那炮八斤二应该说汪洋是作为一种新的探讨吧 他也是想有 含有这个出席之胜的一些这个构思在里面 但是就这个战术而言呢 似乎黑芳这么走呢 红方从这般旗上呢 也没有在布局上取得这个特别明显的这个突破 我们看啊 这个红方呢 实际上走马七一一六 红方这个采取快马呢 还是比较简洁有利的这个走法 黑芳接下来走 炮二推一 对 炮二推一 这个旗如果对足 它就将来有炮二层七 这个旗还是红方先手一些 红方这俩区就出得很快 对 炮二推一准备打局 炮二层八打局 这个旗 红方 不能随手转二层四 这个就犯错误了 对 有个炮二层四 这么一个拉住这个鞠马的一个手段 对 黑芳呢 有这个炮二层四 这个旗红方就没有先手了 你还要在马冲队 我这个很绕 再绕上去 这个旗肯定就没什么意思了 并且即便你这个马没有跳 也不能长这个鞠 这个要给我们广大爱说 假设你平炮 就这个表话 就是黑芳呢 有这么一个炮二层七的动作 就是你 很随手的把鞠出 你就容易给黑芳呢 这个利用 就这个巡核鞠呢 也是我们初学爱好者 有时候算的一些错误 看起来这个鞠啊 更通畅 但实际上呢 容易被黑芳利用 你一拱 他炮鞭妈一打 这个鞠要丢 这个鞠呢 就把你呢困住了 所以说这个巡核鞠呢 大家对付这种类似的时候呢 要慎重 有的时候可以走 但是 往往呢 这个走巡核鞠的时候呢 容易呢 遭到对方的这些埋伏 你要小心 能鞠看起高位 但实际上有隐患在里面 所以说 这一步棋呢 不实为灵活 比较恰当的这个走法 那这样呢 黑芳呢 这个炮尔平七 他就没有更多的记忆 而是他走了一炮尔平三 他先走 对 他居酒鞠 他先居酒鞠 对 他也是看两个居还没有出动 嗯 他就先把大紫走出来 往炮尔平七 一平 他帮他对边 然后黑芳 居酒鞠四一走 就这个棋呢 就是等于 说我很快呢 就是进入了一个 啊 散手寨 就是 以往的棋呢 就是走得很少 啊 就是 这儿的对局呢 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 我就是张老师 我还特意查了下 这个棋部 我看还有 像联赛的时候 还有人走炮八平六 这个防止红方 黑芳这个区 能顺利的出来 看来还是真有人 在这方面 对 做了一些文章 我看这个 河北队的小将 陈冲吧 他下过一个 这盘棋 我看好像黑芳 这时候也是强行走 足三军一对兵 这儿 这儿炮八平七的力度 还要更强一点 对 因为炮八平七是这样 等于针对你三路马 给你制造一个难题 让你有弱点 那你炮八平六呢 虽然说不给他 居酒平四的机会 但是对他的威胁呢 也行 可能比较稳了 对 他八平七呢 还是可取的 然后他对方是走 居酒平四 他就是 就是红方其实也不怕 黑方这个居调管 他买了不进去登兵 然后他先居四间 因为这个棋呢 对于我们出去的爱好者来讲 你要小心 他有这样的手段 他就这个拐吃相 就是等于通过灯向呢 把他获取一个向的这个优势 那黑方必须要进行 这个防御 他走去这项 顶住它 就是黑方这个阵型呢 他也是比较工整的 但是他整体上来看呢 速度上还是有点慢 对 红方这个 红方主要俩居出来都挺快 他居有平八 对 居有平八 对 那炮二平三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看红方这个怎么走 啊 这个位置 红方呢 实在当中呢 这个赵新鲜走了一个 捐一只三 这部棋 当时看觉得很巧妙 嗯 但实际上仔细一看呢 这个棋呢 是存在问题的 对 他 红方呢 最实在的走法呢 还是应该直接 进鲜跑步 跟实战的招法呢 就是有些像 对 如果你再打呢 我就先用鲜吃掉你了 嗯 但他实战当中呢 红方走了一个 捐二进三 他可能是觉得 我走得挺巧 对啊 就看着你打的话 我也有个先去后取 但是呢 这里边呢 就是有时候先去后取啊 能够顺利取回来 嗯 有的时候你就 给对方一个新的这个选择了 对 那好 我们看啊 黑方有一个炮弹架一打 实战的黑方也放在这儿打了 红方举八截六 拉住啊 呃 这个比赛呢 应该说大家知道啊 这个可能这个比赛的时候 有时候有网络直播啊 对 这时间是比较快的 应该说是比较 速度比较快的 双方是三十分钟自然先招 自然回合 自然招吧 三十分钟自由用时 对 自由用时 然后每走一步加十秒 对 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 作为这个棋手来讲呢 他就是走不了特别的缜密 容易呢 这个 凭感觉啊 这个第一感就走 对 那这个棋呢 黑方呢 临场啊 可能没有来不及细算 他呢 就走拘片对拘去了 就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他可能看就是 如果直接炮三瓶四打炮的话 然后 G8平六吃拘 炮三瓶七要打马 还有个G2推二 这个把炮 就是说 这个棋啊 表面一看呢 就是黑方可以获利 但是这个棋 红方呢 有这个 这种手段 对 这个炮一朵 你炮一朵 他再一朵 双腿一般得死了 大子 他可能就是这么看错了 以为有这个机会 大子呢 就是一样 红方就冰股强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 这个象棋啊 他往往 这个令人 这个拍音教学 这个玄妙在哪呢 就是 他有的时候呢 他 还能够节哀上之 对 就是黑方呢 不直接打 他有一个宋卒的这个手段 这个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 这个在他们赛后呢 研究这个棋呢 发现了这个变化 就是宋卒呢 是局部上的一个好手 也可以说 把赵欣欣的这个 他这个构思呢 打乱他的这个计划 让红方这个先手呢 丧失了这种好的走法 对 这个棋 红方呢 就是有两种走法 第一个 我们先看这个 不好的 第三集 第三集 这个棋呢 黑方就有妙手了 他就可以来打了 先替这个足是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去拔平了的时候 他马心就有试一个 这样能把狙得回来 对 登双狙 就无论你怎么交换 黑方肯定是要多一个子 那么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是满意的 就是黑方多一个大子 对 那红方肯定不能这么选 对 那红方是不是只有 居二平三 只有居二平三 把这个足吃掉 对 吃掉呢 这个棋呢 黑方也可以多一个大子 但是这个棋 多个子还真不见得便宜 还是比较复杂 吃 黑方只能去打 红方就居然名字一平 这个棋呢 又是到了一个 就是 这个 需要重新审局的时候了 就是形成 双狙 就是 狙方啊 一般比较强 强势 他的兵种强 就是他不怕对狙 狙强如虎吧 黑方这个两个马啊 都受一些限制 对 黑方虽然多个子 但是狙也没出来 对 而且 这个兵 只有两个兵 要渡河 随时过河 这个棋呢 从长远上来看呢 就是说 红方也一点都不入 黑方也未必便宜 那这棋 黑方是不是 赶紧对子 简化呀 他也不好对 他怎么对呀 这个子你对不住 你有时候 不是说 想对子就能对上的 对 你得合理的对 你吃灰的对也不行 对 我还想着泡八平五 就赶紧对泡 你八平五是黑队 但是你七兵 将来不就渡过去了 对 这个棋 黑方呢 容易被动挨打 因为黑方子力呢 也欠灵活 这个阵型就有点松散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得子诗仙呢 飞上策 对于黑方来讲呢 他不这么走 他还有好棋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这个选择呢 还是呢 黑方呢 有点吃力 黑方这个时候 有什么好棋 他有这么一个 泡八退一的好棋 他不在于那个赤紫 他在于争先 这个针线 这个棋 你不能拦他 拦他你就上当了 对方一砍尸一僵 这是一个闪击 对 泡着你一打 泡一打 打中鞠 你三了马就活了 就能马上跳了 而且他还盯着你这个马 对 这个棋他不能拦 那红方呢 只能去吃了 吃哪个吃 结果都差不多 你吃 换完以后 他对方一打 他完全马气活 对 那红方是不是也只能 你要是头像的话 你大紫吃到 你要吃大紫呢 对方有这个打相的棋 那这个棋 相比之下呢 就是说黑方呢 有些攻势啊 还是黑方好善 然后他拭量出来 将来有陈地拭 黑方三子归边啊 这个 当然说离营棋 也还很遥远 就是说 但是这个棋 总感觉呢 还是黑方呢 这个便宜 简单的说 就是 红方呢 毫无便宜可赚 还有跌入 完全的下方 这泡八却一 是比较 对 这个临场呢 因为他们是下的是 这种快棋 临场呢 要受时间啊 受这个思路 各方面的这种制约 我们这个讲棋呢 我们可以提前 实际想啊 对 实际摆 那这个效果 当然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临场呢 就是看谁能够 把这些招法呢 都看清楚啊 好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 应该说是 非常遗憾的 好 那这个棋呢 他走的什么呢 黑方走了一个 炮三进二 对 黑方是炮三进二打 红方也是 那就是正常的 交换了巨大平旗 这儿呢 红方呢 一吃 他一打 黑方是巨平二对居了 他是巨平二对居了 对 他错失了这一个 足球第一的这个机会 这儿就是等于呢 红方呢 还是取得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这个 优势 那么后半局呢 这个赵勋勋呢 对于这种旗呢 这个拿捏的 还是非常好的 他基小胜为大胜呢 最终呢 这个战胜了 这个比较强的对手汪洋 那这个过程呢 也非常的 值得大家回味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棋局的进程呢 带给大家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节目 接下来呢 黑方是选择了 巨二对居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大家继续收看 好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他形势呢 还是落后了 少了一个兵 最主要黑方呢 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呢 就是他这个左炮啊 被红方这个巨月掉住了 对 红方呢 这个袭也暂时没有着急动 他就是不适 把这棋走后 黑方也不是 张老师 就是在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非常难下 有一点就是 我完全找不到方向感 我拿黑方不知道 我有什么思路 对 黑方其实很痛苦 对 可能黑方呢 这个是势不薄 可能拱起来略好一点 但他这个没有根了 他也担心这个 就逐渐地丢掉 那么既然你不拱 红方就拱 这个也很精细 这个呢 值得大家回味 可能是在这个高手 这个男子鼎天高手的 那个他们的想法里 一个兵 也就非常的关键 那现在红方多一个兵 将来这个马能登陆去 他这个开辟通道 这个本来是正常的思路 但是你活了 对方也开朗了 对 所以红方你看 他就是憋着你 不让你走 黑方这个马 马跟炮这个怎么调形 对 就很痛苦 对 二挺有 就是这个骑黑方确实也很痛苦 因为你要是对着拱 他将来这个厉害 这个骑要这么 有这种可能 对吧 你炮一逃 他进去捉马 对 所以黑方呢 得赶快把这子弟呢 过来去支援 对 他又滚边兵都太慢 对 那么红方呢 看到这个鞠动过来以后呢 他又适时的呢 把这个中炮呢 对 炮跟鞋 就拆开 那个边兵 他就不带过 对 就这个骑呢 全盘没有大啥大喊 但是双方就是围绕这个位置啊 子力的配置啊 去这种战斗啊 当然刚才黑方失去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他选择了鞠鞠边兵对军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骑呢 这个黑方将是比较受罪的这么一个战斗前进 他居住这样 那么红方的这个拆炮的目的 拥有这么一个作用 就阻止他这个战兵线 嗯 那这个骑呢 汪洋呢 这个他也走的是比较这个顽强的 这个足迹起来还没有拱 刚才我们摆的时候给他摆起来 他居住却死 也是目前最好的做法了 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招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如果抛弃平衣的话呢 他将来有马三级棋 对 作为红方来讲呢 肯定不肯 红方呢 就是怎么积小胜为大胜 怎么控制他呢 逐步呢 把自己的位置走得更好 这个赵欣欣呢 给大家也上了生动了以后 他走马三级 跳 他准备 下不棋 你如果你不理 就这个边兵秋度了 等于 这个黑方必须要赢 黑方这个组也不能送 送太大 这个送完以后 没有明显的补偿 人家就冰三级吃 这个太大 不过就是张老师 要在我看来 这个七路足 要是我就赶紧送掉算了 把我那个八路炮给吊过去 但这个棋呢 丢兵丢太多了呢 也危险 他走这个退炮呢 也是正确的 然后接下来 红方走冰三级 这个时候他在对面 你看 他把你的炮逼退 他不给你八路炮呢 横向移动了 机会的时候 他再去对面 你看这个边兵之妙啊 在这盘级上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 这个高手下棋的 他走个小边兵才打 他很细腻 他拱 那红方这个 每个子力都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 那么红方呢 这个三路马也活了 马一进三 把这个马呢 跳到一个 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地方来 这个向下马 正好是向三进五 向五进三 向 向位这个马呢 特别是 这个对方没有这个七足的情况下 这个马攻守两立 我们看啊 马三进二 马三进四 都可以多握槽 和挂脚 另外呢 你看他还保护着 中兵和边兵 所以这个向下马 是攻守两立的 好马 对 就是红方 你看这个马呢 通过这个调整呢 运到这个位置上来 这个骑呢 就是逐步在扩张 而黑方呢 这个子力呢 你看他 子力静向后退了 对 黑方关键是 他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掉 自己的危险 而他的三路马 一直受压过 是 他受压破 已经不罢了 那他只有俱乐运三 才走 对 所以说这个汪洋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确实没有展示出 他的这个水准啊 对 这盘棋 没发挥出他的这个特长 其实汪洋的这个水平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 也是一位呢 非常有才华的这个选手 这个 也获得了过这个向甲胜利王 他可能两次获得了 对 这个获得 向甲胜利王的选手 也并不是很多 接下来洪方走 现在就不像 汪洋呢 这个 早年呢 也是在湖北队的成员 当然现在他在湖北队 但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也经历一些曲折 当时呢 也是由于湖北队的一些原因呢 他也是远走家乡 这个 加入到厦门这个队伍当中 后来跟洪志两个人呢 又再度回到湖北队 那么湖北队也是 这个 全国向甲当中呢 也是进了 两次获得这个全国军 对 每一次向甲联赛这个 热门夺冠队伍 对 不像以后呢 黑方又炮八次次 把这炮填起来 猫洋还走得比较顽强呢 然后洪方就是走炮七平八 他准备 比较急去打压局 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黑方的走 是这个 时间紧啊 行事后被动 他就走了一炮八平二 这个骑使自己的这个骑啊 更加被动 好一些的 他应该走炮八平四 平四 对 这条骑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当你进居的时候 他多了一个 这个大局的防御的时候 不让你去这个 对 更顺利的这个 对 他走这儿呢 没有用 他这儿起不到防守 因为这个 快骑嘛 这个有可能 这个步伐走不了 这么精确 可能也是怕人家 炮八平四 把炮点进去 那有可能 但是还是走炮八平四 要强于炮八平二 这个时候 我们看 这赵新鑫 就走得很好 尽管这盘棋呢 没有大杀大喊 但是这种强点站位呢 却成了这个 其余的这个主旋律 黑方 没有办法 他不能这个马被压回去 压回去就更被动了 他马七一进六 往他跳 红方拒二平四 把他勾住 黑方再炮回去 他把这个炮呢 生根了 对 放了他马三根二 对 马三根二他可以对掉 然后红方呢 就 这个时候忙里偷闲 因为他红方暂时 也没有 好的 好奇 继续去攻了 然后他先 等一招 因为黑方这时候 也不好动 对 然后看黑方怎么动 然后红方呢 再做一些打算 他走 军队行业 然后红方马三根二 跳 马三根二一跳 他走 马六 六郡八 马六郡八 对 这个棋呢 就是双方呢 就是一些必然的走法了 他走马六郡四呢 反正也差不多 马六郡四还不行 他这一江跑 平六郡 这直接狙就丢了 对 他只能跳到这 也是无奈 那红方先叫一江 出江 然后他把他这个勾住 然后 陈老师 你看这个棋 我一直觉得 当时走到开始 那个 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红方 这个多一个兵 就黑方很痛苦 但我觉得黑方走到这 好像又没事 又比较安全 这个棋是 我把拘一队 我就少一个兵 这个棋是这样 就是高手之间下棋 就是说他残局 他多一个兵 而且他要有攻势的情况下 他的优势也很大 就是说 但是他这种优势的 他并不能迅速战胜你 但是他是有持久的这种优势 如果高手运用的得当 就是作为落下风的来讲 他就很痛苦 那他这个主要制的局面 您说他的胜率到底有多高 这个因而异吧 还得根据棋手后半局的功力 还有现场的状态 还有这个用时 方便面的原因 但是总的来说 这种棋胜率的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这个棋 红方确实是优势 比较大 看来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初学者 就是这一个兵也是很重要 就看着这个 下这个残局多个兵 怎么运用好了也是胜率很大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就接受这个对局 他对这个残局也比较自信 如果你不对局呢 他可以将 他就把这个拱过去 对 他有这个方法 他呢 打得你马 打马 橘子平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 作为黑方来讲呢 就是大子的 他比较活了 他有更多的反击机会 黑方兵种 赵新兵是愿意 他就把他这个局呢 换掉了 换掉以后呢 既然你打着我的马 他就把马再回来 他这个棋的 黑方最主要的弱点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马不活 再一个就是少一个这个棋兵 如果没有这个兵 红方要想取胜啊 难度就很大 现在多一个兵 就说这个兵将来 如果能够渡河参战 这个仍然把黑方这个马 制约住的话 那红方这个营棋的 概率就很高 那黑方就怎么解救呢 确实呢 比较这个难 如果这个黑方这个三路马 如果他七路的话 可能就危险性就小一些了 但是他恰恰是被压制住 对 压制住就容易受攻啊 所以黑方这时候也就进个将 他可能先防守一步 就说他先进将 对 他可能怕人家抛弃瓶漏 你看 过兵 你看这个红方走 然后抛六斤四 他没办法 他没有骑走 他马就去骑 红方看着他这兵 对 过兵 这没有办法 抛尔平一 这个骑抛尔平一呢 可能是速败 黑方啊 这个走到这 可能最顽强的 还是应该回一个马 他把这个卧槽马 这个警报 先给他解除了 你就是换吧 反正也是红方优势 如果你回 我再上 不能让你这个马呀 奔这个卧槽 对 这个点太好了 这个相比来讲呢 会顽强一些 但是形势 对 但这个骑他没走呢 他走这个空招 就说他 他时间又紧 行势又被动呢 结果让红方这么一走 对 红方你看这个就崭型扩尸 七兵渡河 泡雨瓶准备再拱 这个骑 就三步骑就完成了 对 而且他这个关键 这个卧槽马 这个骑你再对马就来 就来不及了 他就可以向下拱了 就不理你了 你换了以后 他多两到三个兵 就是盛世了 兵只有太多了 残局多两个过河兵 基本上是盛世 这样 这个骑他又走泡雨瓶三 又走一个假骑 那么可能赵欣欣看到这个骑局 盛世在握了 他就走得不是很精确 对 他跑了推二回 他跑了推二回 他可以 他要打一串 实际上这个骑 直接拱更简洁 不能打 对 因为打你 我脚 我退 重炮 你掌 我再退 退这儿 你只能塞到这儿了 塞到这儿 飞向 正好一飞 就是说你踹到这儿 它有这儿 就是说你搁到这儿 它挡的时候 你把它飞向了 就抓死了 这个炮躲不开了 对 这炮躲开 就是绝杀 对 所以这个骑呢 所以兵可以直接冲上来 对 直接冲就是赢得更干脆 你看它有一个什么骑呢 一冲它只能回这儿了 是吧 然后红红手 抛发键 是这儿的骑 就是一股 它只能回这儿来 抛发键 红红可以抛发键三 下不骑 盯着打死马 还有打兵兵的骑 两个招法 这个一个打死马 最严厉 另外还可以打兵 这个骑红红就 马上锁定胜局了 当然它抛发键 也是好骑 没有这招更狠 关键点红红 这个七路兵太厉害了 对 道理一样 它还是不能打兵 它打兵呢 结果就是一将 它一退炮 你一进炮 不怕你捉死 你不走 它就打这个 所以它又泡三平一 对 这个骑呢 一外里就差太多了 这儿红方 大平压进 它只能回 泡八针四 就又一别 压住 往上上来 这骑黑方很无奈 因为它要将逼击了 对 干净回来了 老手 然后马二针四 那马又太弱了 最后一步骑 就是红方这个城市而上了 对 又把中兵打了 黑方呢 也很无奈 就是说他丢兵丢太多了 对 红方留了个鞭饼 他一蹬 他又拱鞭饼 这样红方多三个兵 最后几步骑 我们给大家摆完 反正这个最后几步骑都不重要了 对 最后就走到这儿 就是红方明显多三个兵 对 黑方看大势已去 所敬主动任赴 就是坚持呢 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这盘棋呢 就是说双方仅仅走得平稳 但是红方呢 确实呢 抓住黑方 这个阵型上的弱点呢 特别是中后局呢 下来还是比较紧凑的 对 当然黑方呢 前面错误了的机会也很可惜 对 可以看这残局真的是很经典 好的 那这个有关这个 今天的对局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好 再见